挖开第四座墓穴 出土了一组玉龟板 龟甲和龟腹中间夹着一块玉板 玉板下面是一些鲜红的朱砂 玉龟的龟背上有2423组开口 龟腹上有2123组开口 玉板上有9554组开口 还有一些非常诡异的太阳轮图案 据说饶中仪大师看到这个玉龟的时候 牙齿都在哆嗦 很快他写了一篇文章 说出了这样几个观点 第一 玉龟富途 玉龟贤福 说的是皇帝和大羽均临天下的时候 都有过乌龟驮着诺书来见他们 没想到这些传说竟然是真的 被这只玉龟证实了 这套玉龟板是最古老的诺书 也是八卦的原形 用玉人的五指为基础 左右相对 将玉龟和玉板上的开孔加以变形 盖九履一 左三右七 二四为尖八六为竹 就能够得到洛书 组成一个十五幻方 无论横竖斜相加都等于十五 玉板上的开孔重视九五四这三个数字 五五相对 第四天九 玉板上的图案是八方四围的概念 表示天地的八个方向和宇宙的八个节气 玉板中心的八芒太阳轮非常的古老 在苏美尔歇行文中表示天叫做安 很多古文明中都有这个符号 今天专家们这么解释这套玉龟板 这是最古老的占卜实物 是最原始的数字卦 和中华文化的星象学起源 数字起源 历法起源 都有关 这下集完 早晨 会 逐 运 随 音 呃 ice